在美国孩子在幼儿园受虐待了怎么办 如果这种事情在美国发生了 要怎么处理 作为小孩子的家长 你要怎么办 第一 你可以报警抓人 因为这种做法在美国 已经构成严重的刑事犯罪 它不但涉及非法的肢体冲突打斗 而且是属于虐待儿童 这两条都会以重罪被检控 如果有人这样对你的小孩 他不管是不是幼儿园的老师工作人员 甚至是一个路人 那么他面临的刑事后果非常严重 可能坐牢会十年以上 所以你要第一时间报警 第二的话 你可以通过民事诉讼 来起诉欧打你小孩的 不管是工作人员也好 老师也好 是保姆也好 并且同时你可以起诉幼儿园 因为幼儿园属于打人这个人 他的一个直接的上司 或者说是工作单位 那么根据美国法律 虽然幼儿园没有打你小孩 但是打你小孩这个人 是在作为幼儿园老师或者工作人员 这样一个身份下打了你的小孩 所以你不但除了可以起诉老师以外 你也可以起诉幼儿园 因为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总体来说 那么公司可能比个人要有钱 所以你可以得到更多的赔偿 那么这是第二点 所以这两点非常重要 第三点就是说 因为打人这个动作已经发生了 并且这个动作发生的时候 他是作为幼儿园的一个教职工 来做了这样一个坏事 所以即使他把这个坏人开除了 那么这个坏人可以被告 幼儿园也同样可以被告 什么意思 就好像打个比方 你去便利店偷了一罐牛奶 那么偷了之后 你良心发现把牛奶又送回去 那么你同样会作为盗窃罪被检控 为什么 因为盗窃罪这个行为已经发生了 你后天再怎么补救 跟这个行为 跟这个犯罪行为发生 没有任何的惯例 所以这种事情如果在美国发生 他不管是不是开除这个责任人 或者责任人受到巨大的处分 赔礼道歉 跪下了磕头都没用 那么你可以得到多少钱的赔偿呢 这个很大程度上决定于 小孩子受伤的程度 他有两个层面 第一是生理的 第二是心理的 他可能需要到医院去不但去看治疗打伤了医生 并且他还需要看心理医生 因为是要心理创伤 因为在美国看病非常昂贵 他小孩子如果是吃芥末上耳光圈打脚踢 这类事情的话 我觉得两方面的费用 看伤的费用 看心理创伤的费用加起来 两万块肯定是跑不掉的 那如果看病的费用是两万块的话 你打起官司来加上精神损失 加上惩罚金的赔偿 如果你告到五十万以上 应该是不成问题 所以你如果小孩子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那么你要积极地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你的权益 要求他们赔偿你小孩子的损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recording订阅 转发 打赏 Sophie Cland